车辆停在红线明显违规 照片被拍下来 检举却被远景驳回 让检举的高先生相当纳闷 还蛮长 时间围停在那边 只是这次比较夸张 是直接面向 当时民众拍下照片 就在南港区 就装接一段三项的这个道路 现场确实可以看到是化身红线 但是他认为呢 当时拍下照片 车头是摆向这边的 但是顺行的路呢 却是往后面这个方向走 没想到最后呢 现场确实有许多驾驶 直接停在红线就下车购物 南港分局也解释 原来违规零停 必须在三分钟内才算零停 这是一般民众 可以检举的项目 可以罚三百到六百 但从照片判断 这位车主已经停超过三分钟 就算是违规停车 虽然比零停严重 可罚六百到一千二 但就不是民众 可以检举的项目 所以才会不举发 按照法规在两个月以内 我们都可以针对这些 原本我们手上有的 这些违规事实 再重新做自单的一个动作 所以这件我们会做 不自单的一个动作 但高先生也质疑 过去有录影检举 其他车辆B车 但最后也是不举发 收到检举违规零停 和检举B车 这辆峰回复信件 承办的都是同一位 流姓远警 让他质疑 为何这位远警 每次都会挡检举 如果想象空间太大 或是有疑虑 或是跟法规的构成要件 客观上面不太符合的话 那我们当然是一切重关 会做驳回的动作 南港文局强调 若有疑问 也可以打电话询问 若在路上看到车辆围停 也可以直接打电话报警 请远警拦查举发 也能省去兼具麻烦 地北新闻 许某集图 台北采访某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